当他排黄油喷在物件上时 可以看得出来它并无渗透力 而只是仅在表面润滑而已 而服饰HHS2000渗透润滑油 却可渗透至物件细部 进而形成保护膜 之后的实验测试更能看得出两者的差异性 同样在螺丝上喷润滑油 有画面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他排的黄油只是堆积在表面无法渗透 而服饰HHS2000渗透润滑油 却能沿着螺纹慢慢地往下渗透 形成保护膜 由此可见服饰HHS2000渗透润滑油 强大的渗透效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两种润滑油对于车床的润滑效果 当服饰HHS2000渗透润滑油 喷洒在车床时 很快地它就能形成一层润滑的保护膜 确实地附着在车床表面 而他排的黄油并无法均匀地 喷洒在车床表面 附着力也是较差的 所以在车床运作时 喷洒上去的黄油 很轻易地就被刮取了下来 无法达到润滑保护的作用 也会造成油污的污染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润滑油的抗水性 服饰HHS2000渗透润滑油 为先吸后酬的效果 刚喷上下去时 就像水一样的湿润 渐渐地会产生润滑的作用 原本的湿润感已转变为粘稠 竟然能确实地包覆住物件 而泡在水中时 服饰HHS2000渗透润滑油 能明显地不被水影响 不脱落 从水中取出时 也能保有附着力 原有的粘稠度 也能使它紧紧地包覆在物件上 不会被刮取下来 它排的黄油喷洒在物件上时 黄油很快地就覆盖了物件 但当物件被浸泡在水中时 为附出力及抗水性较差的关系 可以慢慢地与物件脱离 并在水面上形成一层油脂 自学中取出后 很轻易地就能挂取下来 服饰HHS2000渗透润滑油 能应用在不同的机台上 确实达到润滑的效果 服饰HHS2000渗透润滑油的六大特点 就是它能比其他品牌优越的原因 第一点 服饰HHS2000渗透润滑油的高渗透力 它能使用在窄小的空隙之间 并能发挥最佳的润滑保护效果 第二点 高附着性能 它能确实附着在转动的物件上 不会脱落 第三 耐高压 服饰HHS2000渗透润滑油 能形成杰出的耐磨润滑保护薄膜 并降低机器操作的噪音与振动 第四 明显的防水抗侵蚀的效果 能确实防止润滑油脱落 第五 或含silicon合成素质 最后一点 服饰HHS2000渗透润滑油的操作温度 加 它能操作于-35度到180度的范围内 瞬间温度也能达到200度C哦